来关新时俄乌战争 俄罗斯现在锁定乌克兰的能源系统来展开攻击 而乌克兰境内80%的燃煤燃气发电厂 跟超过一半的水利发电厂都被袭击 规模是开战以来最大的一次 深夜一个巨大白色光点冲向天际 没过多久就在空中炸出橘红火光 还伴随着爆炸声响 乌克兰防空部队从黑夜到白天一刻都不得闲 用谨慎的防空弹药 努力拦截俄罗斯飞弹 同时也主动出击炮轰俄军阵地 由于乌军严重缺弹 俄罗斯两架苏凯25战机 就这样大喇喇飞进乌冬城镇查西夫亚尔投放照明弹 不止如此 俄军也再度大举空袭 乌克兰全境都遭到轰炸 光是东北的坡尔塔瓦市就有1死16伤 伤者中还包含两名孩童 当局为了安抚幸存者的情绪 还特别派出心理医师到玉璇的民宅外 陪伴他们 至于在哈尔科夫 近期被俄军轰得太频繁 总统泽瑞斯基不得不亲自来到前线 视察这里的防御公事件事 虽然哈尔科夫市长说还没有要撤离居民 但由于俄军主要攻打电网 对于城市中剩下的大约30万名市民来说 如果无电可用 生活会更加艰苦 根据数据追踪网站显示 乌克兰在2022年电力供应来源 天然气占了将近三成 核电占了23.98% 燃煤占了22.25% 水力发电则占了4.47% 但从三月下旬以来 俄军几乎天天袭击乌克兰的电网 导致哈尔科夫大规模停电 乌克兰的能源部长表示 高达八成的火力发电厂受攻击 超过一半的水力发电厂也预袭 不过俄罗斯却指控乌克兰连续三天攻打被俄军 欧尔双方互相指控成了罗生门 国际远南总书罗斯说 索性目前没有核外泄的问题 基附当局则持续喊话 如果美国再不提供援助 乌克兰就会输掉这场战争 奥斯丁持续向国会喊话 争取追加园乌预算过关 第三园乌大国的英国也出面帮忙说话 卡麦隆的游说似乎奏效 因为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 将从伊朗截获的武器和弹药 包括狙击枪火箭发射器 以及数十万发子弹等 全数转交给乌克兰 来填补前线军人的弹药空缺 TPB的新闻综合报道 而大陆跟邻近国家 近年来因为南海议题关系非常紧张 美国的印太司令阿基里诺就坦言 大陆跟菲律宾一直保持这样 剑拔弩张的情势 让他非常悠心 配备野猫反潜直升机 这是菲律宾巡防舰鲁纳号7号 和美国日本澳洲一起在南海军演的镜头 菲律宾公开多段演习画面 影片中四国军舰一字排开 大秀军事肌肉 似乎怕媒体看不清楚 菲律宾贴心标记军舰型号 分别为最前方的澳洲驱逐舰 瓦拉门家号 日本的鼠号护卫舰 菲律宾的飞弹巡防舰鲁纳号 和巡逻舰迪亚士号 还有美国的滨海战斗舰 莫比尔号 中国海警船民兵船近期频频使出 船海战术包围菲律宾船只 相关行为已在飞国掀起反中示威 马尼拉大批抗议者用脚猛踩地板上习近平的巨型人脸画像 加一秒还干脆拿起画像用力撕烂 表达心中的怒火 呛吓中国别再骚扰菲律宾 菲律宾在南海冲突采取透明策略 前前还曾邀请CNN记者登船采访 没想到新闻播出后 中国大陆直接把CNN当假想敌 比如说此次登上飞海岸警卫队船只的美国记者伊万沃森 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驻中国香港的记者 他曾数次进行嵌入式报道带节奏 说他们专门配合西方炒作 大陆宣称拥有南海九段线内的所有岛礁主权 日前又在该区的后藤礁海域拦阻菲律宾船只 并加码公布一段模拟攻击武装渔船的演习画面 这也是为何美日澳等决定挺身而出 守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 相关话题势必成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防美的讨论重点 这是日本时隔九年再由首相以国兵身份访问美国 11号还有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氏加入 参加史上首次的美日飞三国峰会 我们不支持制造阵营对抗 日方应当切实反省侵略历史 摒弃搞军事安全小圈子的做法 大陆通批美日又在搞小圈圈 不过他们自己也和俄罗斯越走越近 日本首相前脚采访美国 俄罗斯也派出外长拉夫罗夫访问中国 还受到习近平亲自接见 外界解读拉夫罗夫似乎是要为 普京之后的访中行欲做准备 日本面对中俄的威胁也希望在2027年 将国防预算提升到GDP的2% 更有媒体报道美日两国政府正共同研发新型教练机 消息一出大陆又句句带酸 布林肯9号也与来访的英国外交大臣卡麦隆会面 谈论的都是区域冲突 除了俄乌战争和以哈战争 双方重申在印太维持一贯立场 会确保台海和南海的和平稳定 为了对抗中国 4月底美非还会再举行兼并兼军演 6月则有丛林跳岛演练 至于应对北韩的问题 传出中日韩计划5月在南韩举行三国峰会 若消息属实是类似峰会时隔4年再度举办 点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